政府公布清新空氣藍圖2035 目標是在未來15年之內將香港空氣質素改善 能夠跟巴黎和東京比美 陳婉桐報道 環境局說本港空氣質素比起10年前大有改善 市民又怎看呢 長期這樣看,我不覺得它有減少過 車多,人多,一些人又要吃煙 這樣你的空氣質素不會好得去哪裡 都OK的,都不是太差的 有時天氣比較悶熱的時候就很差了 因為新空氣質素加上口罩 人有不同的感受 但是看回實質素據 也有很多市民的反應 香港的空氣質素是明顯改善的 政府推出新一份清新空氣藍圖 涵蓋六個範疇 措施包括推動在3月公布的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 試用電動巴士和倒輪 藍圖被質疑沒有具體的改善空氣質素指標 環境局承認現在本港的空氣質素和巴黎、東京等等的國際城市都還有一段距離 空氣質素改善,但是市區的臭氧水平就升了超過三成 環境局說是常見的現象 陽光的影響在太陽氣層內的能量就會增加 所以臭氧是會跟著的時間有一段時間會惡化的 所以就是空氣污染改善了之後 臭氧升高在很多地方都有共同的經驗 環境局說政府接下來會公布更多的藍圖 能源方面如何減少排放 下半年會再公布 好,有線電視記者陳靖靖